这个身段稍微是有点硬而且有点耍嘴皮子来看到这一位 纯水扁的媳妇黄瑞静则是一改往日高调而且强势的作风 昨天她出庭坐镇的时候一下车我们看到她是低着头而且不发抑郁的 但是她身上一身贵戏的打扮再度成为焦点 我们带你看看她的形头有哪些 首先黄瑞静手上戴着的这一纸是价值4万多块钱的宝格力名表 还有身上背的这个名牌肩包 真的可以说是裙上下都是名牌 但黄瑞静低调表示 她说这个手表是在outlet也就是所谓的畅货中心购买的 而至于白色的包包是念大学时就已经有的 完全不想被贴上奢华的标签 美光灯闪个不停 出庭坐镇的黄瑞静人就是媒体焦点 尽管低调的走在后头不发一语 但黄瑞静身上的名牌可是丝毫不少 黄瑞静身上穿的墨绿色衬衫是知名美系品牌 一届大约要4000块起跳 左手带的蓝色宝格力手表 一只就要4万多块 而黄瑞静说是在畅货中心购买的并不会很贵 而黄瑞静右手带的钻石新型伪戒 看起来则是十分抢眼 街上背的白色背包 黄瑞静不愿意透露是什么品牌 只肯说是念大二的时候买的 可见得念书的时期品味就相当讲究 但黄瑞静似乎也想强调这不是什么新买的名牌 只不过是旧东西而已 不过在法庭上头 当法官问到黄瑞静去卡地亚买了什么珠宝 黄瑞静则是小声的回答说 是个人隐私 不愿意多做说明 黄瑞静这回出庭应讯 买了什么精品 用了什么名牌 倒是又成了 新闻焦点 周恩轩城方宅轩太保了 而另外